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太医生水 那朱雷眼中一亮 说道 原来云霄大师也是古飞扬大人的崇拜者 我研究古飞扬大人一生的事迹之后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李云霄正媒道 什么结论 四周之人也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这种八卦最吊人胃口 何况是如此的风云人物 海玲也满是兴趣 一脸的凝神 朱雷神秘兮兮的轻声说道 你们千万不能告诉团长大人 据我的研究成果 那古飞扬之所以终身未娶 他一定是有男人的难言之隐 什么难言之隐 众人纷纷围拢了过来 跟鸭子似的把脖子拉得老长 难言之隐 大家都懂得 朱雷笑得跟猴子似的 隐隐地说道 武飞就是那么几样吗 阳尾不拘 绝而不尖 尖而不久 绝而不射 李云霄的一张脸紫成了茄子 他双目当中喷出火来 几乎要冲上去杀人了 朱雷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说道 你可别不信 我这乃是有理有据的 朱尾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他打了个手势 说道 我还有其他很多的研究成果 来来来 我给大家一起说说 这个古飞扬啊 还有极有可能是那个 一群人立即来了兴趣 纷纷凑了过去 就连海林也从马车上爬了下来 把脑袋挤了进去 丁灵儿看着李云霄 怪异地笑道 云霄 真是这样吗 那你可错失机会了 我们天元商会有上古时候 流传下来的历史单方 炼制之后服下不仅问题全好 而且身状如牛哦 李云霄嘴角扶起一丝调笑 露出银银的目光 盯着丁灵儿的苏兄 说道 看来灵儿小姐很懂吗 下次给我多带几列 让我试试笑过 丁灵儿看着李云霄 那上下打量自己的目光 还有那斜斜的笑容 顿时羞得双脸通红 他毕竟是女孩子 哪里说得过李云霄这种老手 一群人在腰圆上谈笑起来 不时的引起哄笑 一点也没有刚刚脱离 生死搏杀的那种感觉 远处密切观察的几个人 一个个脸色沉了下来 目光阴霾 司徒衡看了一阵 说道 顾先生 他们停下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 顾先生厌恶的看了他一眼 骂道 你好歹也是个高手 怎么一天到晚老是问怎么办 我的布置就在前面 就算他们恢复了体力 也别想冲过去 我倒是要看看 那伤队中的高人 怎么接下我下面这一招 他的双眸当中闪动着金王 隐隐当中有些激动 司徒衡被他训斥了一句 气得脸色铁青 但眼前这个人 是上面花费极大的代价请来的 他也得罪不起 只好把怒气不断地往肚子里吞 内心将对方族谱上的女性都慰问了一遍 哼 任你有通天的手段 顾月生部下的七转通灵阵 当今之势能破者寥寥无几 顾月生的脸上闪过一片傲然之色 冷冷地盯着前方 商队在休息了一阵之后 开始慢慢地前进 已经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回城里了 所以倒也不急 再往前走 就是一片树林 也是敌人最有可能埋伏之地 不若就在此地休整 明天一早直接冲过去 商队走在一片宽阔的平地上 珠雷眺望着远处说道 在前进三里就原地驻扎休息 李云霄望着前头突然说道 我倒是觉得进入树林当中会更安全 在旷野上的话 敌人在明我们在暗 一旦进入了树林 有掩护的情况下 大家都处在暗处 这样比较公平一些 珠雷一愣 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笑道 云霄大使 虽然树道惊人 武道也不俗 但这烧杀抢掠之事怕是外行了 这种事无所不用其极 越是隐蔽之处 越好下手 李云霄神色漠然 不再说话 以他现在的实力 除非是武皇中的大高手 否则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即便真的遇到这种级别的存在 他也有足够的自保之力 所以也就不在意了 很快 一片连绵的树林出现在眼前 珠雷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说道 就得扎允 商队迅速地动作起来 几个营棚就地搭建起来 并且在四周升起了火堆 吹烟鸟鸟鸟而上 他们果然在树林前扎引了 司徒恒 你的预计果然有效 远处的顾叶生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赞叹道 司徒恒 黑黑一笑 得意地说道 就猪磊和红鱼那两条杂鱼 他们虽然四肢发达 但脑子有限得紧 我随便一想 就能看破他们的意图 顾叶生不再说话 而是一言不发地 摇摇望着天际 目光一动不动 司徒恒突然感到自觉没趣 几次想开口询问 又怕被对方训斥丢了面子 一脸无聊地站在那儿 抱胸而立 久而久之 干脆闭上眼睛 仰起神来 来了 顾叶生突然开口说道 他的眼中划过一丝异样 司徒恒猛然张开双目 沿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天际开始浮现出星光 先只是一颗 随后慢慢地多了起来 在周天星辰之中 突然有一颗星子 摇摇欲坠 左右摇摆之下 终于脱离了原来的位置 从天际坠落下来 在旷野上扎银的商队里 丁灵儿突然望着天空 惊喜的道 快看 有流星 商队中都是午休之人 不少已经开始闭目修炼 没有人有闲情理会 这种小女孩的乐趣 更何况在这旷野之中 流星每天都有 早就已经看得反胃了 好漂亮呀 只有同为女孩子的骆云长 才会看得两眼冒星星 不断地推着旁边的李云霄 云霄 你快看 好美丽的星夜呀 李云霄苦笑了一下 他也想尽心地修炼 被推得没办法 只好抬起眼皮子看了一眼 那平淡漠然的眼眸 在看到流星的刹那 突然间收缩了起来 整个人哼的一声 就跃起 一脸震惊地盯着那星空之上 他的动作立即惊到了身边之人 海林吃惊地说道 云霄大师 怎么了 李云霄盯着那划过长空的流星 脸色十分凝重 一字字地说道 那不是流星 是心力汇聚而成的星光 好像是在朝着我们这边坠过来 什么 这一下所有人都跳了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长空 朱雷也盯了一阵 说道 不可能吧 什么人 竟然可以抽取星辰之力 就算是九天五地也做不到啊 李云霄皱眉说道 九天五地抽取星辰之力 一如反掌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抽取 应该是有人施展了秘法 而且这应该不是一道简单的攻击 否则没有必要打费周章 对方之中有高手啊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海林惊道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现在立即前进 到树林里面去 李云霄摇了摇头 来不及了 这星光坠得太快 方圆百里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还是想办法如何防御吧 朱雷大喝一声 立即解证 盛开一道结界 保护少爷 他的想法很简单 也很死忠 遇到任何问题 第一就是保护海林 所有的舞者纷纷围成一圈 将真气灌入掌中 很快一道淡黄色的结界撑了起来 将所有人都包围在其中 全部一脸凝重的盯着那道流星 李云霄眉头微微一皱 并没有说什么 他也摸不清对方抽取心力的目的 只能静观其变 流星的光芒越来越强 果然是坠落旷野 所有人都是睁大了眼珠子 冷汗躺了下来 那种星辰之力 有如天微 让他们从心底 就产生了一种畏惧之情 远处的顾越生 紧紧地盯着那星光 也是有些紧张 他双手捏了个法绝 静静地等待着 星光坠落大地 还有数千米的时候 他终于动了 接星辰之力 抖转星移 通灵 他轻贺一声 手中的灵觉闪动 整个人瞬间变成了苍白之色 好像失去了全部的血液一般 身子也微微地颤抖不停 那道星光在千米之上的高空 突然间散发开来 如同焰火一般 璀璨绚丽 布满整个天空 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光芒迷散开来之后 并没有消失掉 而是渐渐地铺展 如同一面湖水 倒立在长空之上 映出大地的影子 一股暴力之气 从那星光当中传出 李云霄呆滞地看着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是通灵术 丁灵尔闻言 心中大震道 通灵秘法 这不是早已经失传了的秘术吗 李云霄说道 失传倒不止于 只是很少会去修炼罢了 要施展这种秘术 必须有极高的书炼师天赋 并且对自身的损害也是很大的 对方肯定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不够 这才先用秘法抽取新力 凭借星辰之力通灵 召唤出等级极高的妖兽出来 呼 那星光之中 踏出了一只巨粗的脚来 紧接着就是一阵大吼 那种妖兽的威压 在旷野上散发开来 震得所有人心惊胆寒 朱雷脸色大变道 云霄大师 等级极高 那会是多高啊 李云霄看着那妖兽 渐渐浮现出的身影 喃喃地说道 这个我估摸着怎么着也有七秀镜武皇吧 武皇级的妖兽 所有的舞者全都是大吃一惊 骇然的心底发毛 一个个脸色惨白 几近绝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